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惯用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惯用语 背 黑 锅 背的动作就是在你的后背上承载很重的东西 背 那黑锅 锅是铁做的 我们做饭时用的那个锅 很重的 所以背在自己的背上 那黑色的锅 很不好看的 很不好的 所以这个黑锅的意思就是指 其实是过错 比如比喻 带人受过 受过的意思是 带 是替 替别人承受 受 承受 过 是过错 错误的意思 也就是说 替别人背这个很重的锅 而且是错的事情 黑色的锅 这个是不是比较形象 这样想起来 那 泛指 受冤枉 冤枉 冤枉的意思是自己没有做这个错事 但是这个错误的结果自己来承受了 就是被冤枉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错的事情是我做的 我被冤枉了 所以替别人受过之后 受冤枉 它的用法是 常常是前面替 或者是为谁谁谁 替 为谁谁背黑锅 意思是别人的过错 要我来承担 我替他背黑锅 这样的用法 我们再具体看一下这个例句 第一个例句 办公室里一出差错 就让我背黑锅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以后再也不想替别人背锅了 我们在职场中 工作当中 特别是新人 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个项目出了差错 办公室里出了差错 那么领导 可能我的主管 我的部门经理 就把这个错误归结给我了 在给上次汇报工作的时候 会说 谁谁谁 新来的 业务不熟练 所以出了差错 对吧 那么这个新人就背了黑锅 好 那看 这个出差错 动词 差错的动词 出差错 让我背黑锅 我已经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是一个成语 就是不能再忍受了 不想再忍受了 所以不忍了的意思 以后再也不想替别人背锅了 口语当中 有的时候是可以把颜色的黑省略的 意思是一样的 不想替他背锅了 意思是一样的 不想替他承担过错了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这个黑锅 我可不背 把黑锅和背动词分开使用了 宾语提前了 这个过错 意思 这个过错 我可不承担的意思 这个黑锅 我可不背 你做的事 你自己跟老板解释吧 一样在职场当中 对吧? 你做了这个错事 你想把这个错误归给我 不行 我不背 我不背这个锅 我不背这个黑锅 你自己跟老板解释 第三个 你自己的错误自己承认 不能让别人为你背黑锅 第三个 跟第二个意思差不多 只是这个可能在生活当中 你自己的错误自己承认 好 那这个呢 背黑锅的使用方法 我们通过例句已经学习了 就是替别人承担过错的意思 好 那相信大家已经记住了 好 那今天的内容你明白了吗?